下个星期有台风 如果台风摩羯生成的话 专家预估这个青台路径 会和九年前的中台苏迪勒 非常的相似 还记得当年的苏迪勒 带来非常强大的风雨 并且在各地酿成严重的土石流 但专家也分析 其实摩羯生成是属于秋台 秋台同时会和太平洋 跟大陆两个高压影响 所以路径变化还很大 狂风暴雨摧残基隆街头 九年前苏迪勒席台 当时最大阵风达到13级 滚滚泥水不断涌出 救难人员使尽全力抓紧民众 不让他冲走 2015年8月苏迪勒中台 从花莲登陆台湾 在各地区造成严重土石流 酿成8人死亡 还有400多人受伤 气象专家预估 下周将生成的摩羯台风 陆继就跟苏迪勒很相似 9月的台风就是秋台 没有错 它的移动路径就比较不好预测 因为它是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 跟还有这个大陆的高压 会互相有一个不同的力量去牵引它 虽然路径变化还很大 但从菲律宾东方深沉 朝台湾前进的台风 一路上增强涨胖 威力都不容小觑 像是2016年尼泊特强台 方向偏南从台东线登陆 在台东就刮起了17级强阵风 去年同样在9月深沉的秋台海葵 路径也扫过台湾南部 造成农损高达14亿元 另外也有九月台 灿树和米塔 虽然是扫过台湾往日本前进 仍酿成全台有7.8万户停电 还有多架航班被迫取消 太平洋经过了一整个夏天的曝塞 所以说它的那个海温特别高 所以它释出的能量会比较强 秋台路径变数大 可能跟以往九月台相似 也有可能来个大转弯 但能确定的是 恐怕会跟凯米一样 带来大量降雨 酿成水灾 它登陆前跟离开台湾的时候 速度很慢 它对台湾所带来的 这样子的影响是会更不前 台湾还没有从凯米灾情 完全恢复 下周可能又有墙台生成 只希望到时候摩羯 能够尽早绕道 别朝台湾过来 东三新闻 陈育长李仲祥台北报道 好的确 柯文哲被搜索之后 现在如今遭到检方深压 除了亲友党员 最难过的就是他的支持者 小草门了 其实从昨天深夜开始 他们就陆续到台北地检 鼠外集结 那么在今天呢 其实整个静坐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大家都是高喊口号说 柯文哲被司法迫害 那么同时呢 也不断地替柯文哲加油 反观反科的人当然也不少 今天也集结在地检署 那么就有民众在小草旁边狂喊 土城的选择柯文哲 这什么意思呢 暗讽他在调查之后 很有可能被收押在 位在土城的看守所 顶着三十几度高温 坐在台北地检署门口 时不时还得挥挥手中的加油棒 小草们不怕变稻草 说什么也要力挺柯文哲 你们搜索柯文哲 依据到底在哪里 已经一整天了 当我们出来 最真实啊 清清白白 那么也得走得出来 柯文哲从31号凌晨 被带进地检署后 已经超过12小时 不管磕粉还是磕黑 集结的越来越多 就连网红四叉猫 也趁这时来蹭一下 你在这边看一看就知道 因为我刚到 我也不知道现在现场状况 我爱自拍不管哪里都行 但小草觉得不行啦 硬是抢走四叉猫的自拍棒 甚至还来这招 哎呦看看这弹跳力 灵活得很 但可惜当下没有志愿军 避免被围剿 只好先离开 然后刚刚他们跑过来 抢我的直播棒 不让我这边直播 我距离他们已经 100公尺警察说 我可以安全地站在这边 这这个叫现行犯啦 一定要马上逮捕的啦 他们就欺负我一个女子 不然这口号 真的能呼一下 土城的选择 柯文哲 土城的选择 柯文哲 土城的选择 柯文哲 反科民众真的是希望他 尽看守所 尽修一下吗 但阿伯似乎极力抗拒 因为从木可到金华城案 他都认为自己没有问题 不过事实就是 检方的选择也是柯文哲 东森新闻 马恩凯思宜欢 Terry报道 好 为什么现在说柯文哲 是步步机关算计 因为现在他走的每一步 都对于民众党来说 是存亡之计的大问题 那么如今柯文哲在昨天 其实北柬复训的时候 他就是拒绝休息 直接要离开 那么当下发律师提出了提审 还遭到法院驳回 大家都在分析 柯文哲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让时间早点结束 就是因为他要争取时间 他其实从家门口的公开 缓话到走进北柬的神秘微笑 看在民进党的眼里 都被认为是有盘算的 尤其律师团申请提审 又为民众党争取13个小时 这当中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含让他的大批支持者 让他的小草 能够在北柬集结施压 利用媒体的舆论压力 来左右司法判决 走进北柬 柯文哲这一抹意味深长的 神秘微笑似乎想向外界传达 我很好 但回顾柯文哲这波折的一天 30号一早6点20 简连就到柯文哲家按门铃 没想到迟了一个多小时 柯文哲才终于开门 7点37分简连进入搜索 这一搜就是4点5个小时 11点50分走出家门的柯文哲 把矛头指向执政党 字字句句都在替自己喊冤 被带回廉政署将近12个小时后 31号凌晨12点半 柯文哲被送到北柬复训 没想到才过两个多小时 柯文哲就拒绝夜间征讯 接着试图转身回家 遭到当庭逮捕 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算计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挑战 法制制度的一个层面 那也功难的是利用整个 媒体的舆论压力 要试图的掩盖他自己的 违法的一个事实 尤其不少人也质疑 柯文哲当庭被逮捕 这决定根本就是和律师 沙盘推演后的精算 让律师申请提审 祭出法律程序站 至少为柯正营 再多争取了13个小时 毕竟拉长整办过程 从星期五一路到星期六 这动员小草的力量 可以逐渐累积 三动群众 然后去进行对一个政治的斗争 然后让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让国家不安 我觉得这是非常恶劣的事情 你自己个人作业 自己个人单 如今柯文哲提审遭驳回 民众党虽发声明表示 尊重台北地院裁定 但事实上 从柯文哲不出家门的公开喊话 到走进地检的神秘微笑 一切的一切背后都有盘算 毕竟民众党面临危机存亡之际 每一步棋步步为营 东森新闻 真正中心综合报导 为什么要延长这13小时的时间 这当中有串阵的可能性吗 由于这一次柯文哲 涉入了弊案当中 他就很不满 征讯的时候你怎么都不问我 金华城涉嫌弊案的问题 反而检察官在问他什么 木可公司政治现金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原来是因为检方质疑 两者之间的金流是可能有交错的 因为危经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他变称他当时给应小微的 4700多万是善款 检方就怀疑不对啊 那柯文哲是不是也用 同样的手法来行贿 让柯文哲可以透过木可公司 再洗钱 所以现在只要柯文哲 一旦金流交代不清楚 都是成为今天的关键 那么今天最新消息就是 检察官已经生情急 柯文哲这回被讯问到一半 想自行离开 结果却被检察官当庭逮捕 最大关键就是因为他不满 检联明明是侦办金华城案 讯问内容却都跟木可公司有关 但检方反驳还没有证明 木可公司和金华城案完全无关 而且正要问金华城案 柯文哲却突然说太累 想要离开才会被当庭逮捕 检方就是质疑 木可和金华城案两者之间的金流 有交错 资深办案人员也透露 以往在追查金流 本来就不可以只局限在一个案件 因为部分金流会包装成善款 像是捐款 甚至是个人借贷 甚至会制造断点 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就并称 给应小微的4740万是慈善捐款 检方怀疑会不会有其他异常款项 也是用这样的手法 用其他明目包装进入木可 再流入特定人口袋 每个环节都得追问 像这次北检动员的黑金组检察官里面 都是擅长侦办黑金洗钱的 他们在征讯的过程也不会单刀直入切入重心 而是采迂回旁敲的方式 让当事人摸不着边 不经意的就会露出底牌 尤其柯文哲又深陷新五大B案 除了金华城案 包括北市科案 低于国市场改建案 还有台志光案 和南港转运站BOT案 这之中的金流更是错综复杂 柯文哲如果交代不清楚任何一个环节 就会被认定金流交代不清 将成为检察官最关键的生涯理由 东森新闻黄建华 蔡宇山 在台北采访不到 好 要掌握更多的证据 必须从她的最亲近的人来下手 她的太太陈佩琪在昨天深夜就被移送北检 讯后请回 虽然是以证人的身份 但是其实她在请回的时候 她没有回到自己的住家 她搭乘的是民众党立委 黄珊珊的车辆离开 回到的也是黄珊珊系纸的家 为什么 是不是在担心 也是在回避媒体堵在她家门口呢 以及包含陈佩琪她过去都是 柯家的大帐房 这当中的金流 会不会她其实都知情呢 那么国民党议员钟小平就认为 这是北检的钓鱼手法 尤其现在外界质疑 黄珊珊跟陈佩琪 两个人一起回家 同样在车上 是不是可能也有串阵之鱼 不回就是不回 客温者妻子陈佩琪戴口罩 表情凝重 赶紧闪人 被当证人训后请回 立马坐上黄珊珊 银色轿车说要回家 但没回新路的家 据了解两人是到黄珊珊系纸家 但民众党始终不愿意证实 这一切看在蓝一鸣代眼里 一点都不单纯 开谈的一定会谈嘛 而且黄珊珊 这个一 木壳的钱她相对清楚 总干事 第二个黄珊珊是陈佩琪的闺蜜嘛 那第三个这个这个钱又扯到木壳 又扯到这个 这个金华城 外界质疑陈佩琪训后不回家 直奔黄珊珊家 这坐车过程 两人都不会交谈吗 面对面谈了什么 检方能掌握到吗 如果检方想要调查 陈佩琪是否会串政 恐怕也只能等待陈佩琪 主动打电话 如今黄珊珊陪着陈佩琪 陈佩琪又住在黄珊珊的家中 这防火墙一射要打破相当不容易 过去常在脸书唱所欲言的陈佩琪 现在似乎有黄珊珊能踩刹车 这条牵动柯文哲金流的大鱼 会如愿上钩吗 我觉得是一种钓鱼的手法 然后其实他们也可以直接转被告 甚至有强制处分都不为过 因为被查到不明金流 当然这个非常可能是金华城给的钱 检掉难道正在上演 瓮中捉鳖戏吗 陈佩琪至关重要 就是因为柯文哲早在2015年财产申报时 就说了自己钱婚后都给陈佩琪管 从进华城案再到木可公司成立 检掉也发现陈佩琪的账户资金进出有异常 这证人身份是否会转换 也是柯文哲涉币案下一个观察指标 想用政治的力量来跟检察官对抗 我认为终究是失败 如今连也证实陈佩琪下周门诊都请假 仿佛要阻断与外界联系陈佩琪与黄珊珊的一举一动 恐怕都大大左右着柯文哲涉滩的追查方向 东升宣传中心综合报道 那么外界怎么看这一次柯文哲被升押 甚至很有可能被收押的结果呢 自称这个头号柯黑的立法委员王世坚 他很感慨 他说其实在2021年时 他曾经送过柯文哲魔戒 告诫他你不要迷恋权利 没有想到最后的柯文哲 依旧陷入了金流风暴 让王世坚大叹 做政治其实不难 找回良心而已 王世坚你不要讲风凉话 要读就读大的 如果我没有被激压 你要不要蹲曲棍球 要读就读大的 要读就读可行的 你要读就来啊 高空弹跳你愿意吗 注视这个赌约 让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31号凌晨被当庭逮捕后 大批网友涌入头号柯黑 立委王世坚的社群 提醒委员该买曲棍球了 而王世坚也在虽然上坦言 近期真的收到很多 曲棍球的照片喊迷音 还特别提醒网友 曲棍球不能当会客菜啦 面对进华称 容积珍一火烧柯文哲 王世坚虽然没有接受媒体访问 但却在脸书上提醒大家 别忘了他可是送过 当年的柯市长这份礼物 积极科市长权力就像魔戒 一带上去就脱不下来 激生科学家王世坚 2021年就曾送过柯文哲魔戒 告诫他不应该迷恋权力 滥用权力 只追求权力 最后还特别写下 政治不难 找回良心而已 帖文一出引发网友热议 纷纷赞叹 王世坚真的是先知 我就送上最差市长奖 worst male award 颁发最差市长奖 当做柯文哲的毕业礼物 仔细一看 那可是一尊奥斯卡小惊人 暗讽柯文哲过去八年 统统都在演戏 更是呼应了王世坚的黄金名言 骗子的生涯终极目标 就是组成一个诈骗集团 独骗片不如重骗片 对于柯文哲深陷一连串金流风暴 王世坚表示 不愿对柯文哲落井下石 只是过往激烈交锋的对象 如今失势跌落神坛 科学家难免也会觉得不顺唏嘘 东西新闻 刘韩元正好军台北报导